高中生申請進入大學 除了按照一般流程申請之外 還有提早申請的選項 專家指出 學生最好能夠選擇一兩所學校 提早申請 當然策略性的選擇學校 提早申請入學 也能夠增加錄取機會 學生應該把握 一般來說 高中生提早申請大學 是在每年的10月份 而各校的截止日期有所不同 專家非常鼓勵學生提早申請大學 提早申請這個區塊 基本上是私立學校 他們希望能夠提早去確認 一部分的學生名單 像很多的大學 在提早申請的區塊 會錄取大概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以上的該年度 應該錄取的新申名額 提早申請這個區塊 很多的大學 它的錄取率 是一般錄取的兩到三倍 像有一些大學 它的錄取率可能是7% 可是在提早申請這個區塊 它可以錄取率達到20 或者是更高的% 所以選對學校 做提早申請的話 它的被錄取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 提早申請的種類 大致上分成三種 學生應該依照 自己的情況選擇 第一種種類 它是屬於你被錄取 你就一定得去 不能夠反悔的 這個部分叫做 Early Decision 另外一個部分是屬於 Early Action 也就是說你只是提早做申請 你並沒有決定 也就是說它錄取你 你不一定要去 那麼Early Action 又分成兩種 一種是屬於 Early Action Single Choice 也就是說 你只能就我這個學校 做這個提早申請的動作 你不能同時申請很多個學校 做提早申請 像史丹佛大學跟哈佛大學 就是這個類型的 也有一種是屬於 就是沒有限制的Early Action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同時申請很多家學校 就是提早申請 像這個加州理工學院 跟這個麻生理工學院 它都是屬於這一類型 學生在提早申請時 要確保申請資料 能符合學校所要的條件 由於提早申請被拒 就不能再送一般申請審核 因此學生不得不慎 但也強調提早申請的重要性 提早申請對學生的重要性 是非常大的 因為一般申請 你可能要到4月份 才能夠拿到結果 那提早申請 通常你在12月15號之前 你就一定會得到一個結果 而且它的錄取率 有可能是比較高的 因為有些學校是可以高很多 有些學校就不一定 可是如果你選對學校的話 如果說你的各方面的申請資料 又符合他們的要求的話 其實你在聖誕節之前 就可以得到一兩個學校的確認 這個對學生來說 是一個心理上很大的幫助 因為學生他們多半很焦急 在這個過程之中 如果要等到3、4月才能知道結果 其實這個等待的過程中 心理的煎熬是蠻大的 那提早申請的好處呢 不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選對學校 錄取的機會比較高 而且呢 又可以很早的就知道結果 專家建議 策略性的選擇學校提早申請 對於提高被錄取機會很有幫助 比較不適合一廂情願的 只選自己最想去的大學做提早申請 因為有些學校它的提早申請 並沒有比一般申請的錄取率高很多 而且它提早申請的這個區塊 可能有大量的校友子女 跟教職員子女提出申請 所以策略性的選擇 就是適合自己的學校 而且就是勝算比較大的學校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考量 專家表示 學生提早申請之後 其他學校還是要繼續一般申請 而打算提早申請的學生 最好在6月時候就考好標準化測試 以及提早要求師長推薦信 才能夠在提早申請的程序當中 做好萬全的準備